《慰望亨利·劉曼舒基》被冊封為聖人四年後 來自英國的合唱團和管弦樂隊 將聖人的其中一首詩改編成一個音樂會 並在永恆之城上演 這個聖士的構思在2019年誕生 他的目的是慶祝聖人奉聖 並為眾人帶來興奮之情 《劉曼舒基》被冊封為聖人那個月 舉行音樂會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具意義的時刻 對其他人來說也是 當時我們認為沒有什麼比這個體驗更美妙 沒多久我們收到英國駐教廷大使的邀請 邀請我們在梵蒂宮進行演出 本來英國駐教廷大使 想在封聖之後就隨即舉辦音樂會 然以新冠疫情將這件盛事推遲到今年 為了使首詩重演於世 英國大使館和Fondation Pro Musical Eat Asaka合作 協會主席說 這場音樂會是他們為教會 和世界出分力的一個典型例子 作為協會的我們很高興能夠組織這場音樂會 因為我們受到教宗本督十六世的邀請 亦都獲得教宗方濟國的支持 以聖樂來做推動普世機會主義 這個意味著通過聖樂 將來自不同地方教會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這場音樂會以聖樂望紐曼書記 寫於1865年的詩 The Dream of Gerontes來命名 這個聖會在羅馬城外的聖保禄大殿舉行 它與英國有著悠久的聯繫 當然大殿本身與以前的英國有著特定的聯繫 我是指英國宗教改革之前的事 當時英國皇室與大殿的聯繫 就好像法國與拉特朗聖樂望大殿有聯繫 西班牙與聖母大殿有聯繫 所以我們曾經有一個這樣的聯繫 一個與皇室與英國有關聯的聯繫 成千上百的人聚集大殿 聆聽這位英國聖人158年前的作品 以歌曲的形式呈現出來